Odia Jungle 中国所建的人造岛,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哈里洛特,2月7日,接受弗朗格马班达访问时做出如上表示,马班达是杜特尔克总统的支持者,洛特说,当中国终于停止造岛这一天来临时,我们会感激中国建造的这些岛礁,他说,如果我们能要求中国离开,很明显,最终这些人造岛将是我们的。 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菲律宾政府表示,中国在南海的人造岛已破坏了约300英亩,相当于两个黎叉公园面积的珊瑚礁,非外交部当时称,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亿美元,即44.5亿比锁,约合人民币5.7亿元。 菲律宾总统府7日表示,尽管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海开展活动,但菲律宾政府对中国并没有示弱,有人批评,在维护资源丰富的南海的主权为题上,杜特尔特政府不够努力,甚至暗示其与中国这个亚洲军事强国交涉时选择十分有限。 菲律宾总统府驳斥了这一批评,东南亚外长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表示担忧,总统发言人洛克回应道,我方政府并未对中国示弱。 东盟十个成员国的部长周二表示,中国在南海的持续填海已经破坏了我们几国对其的信任,这可能会引发地区局势紧张。 东盟外长们在轮值主席国新加坡开展了为期一天的会谈,但他们在声明中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维安巴拉克里西南在声明中说,部长们注意到其他一些部长对这个地区的填海和各种活动表达了担忧,此类活动损害了信任和信心,加剧了紧张局势,并可能破坏该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中国在去年12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其在南海部分地区的建设署正常活动。 此前,美国智库发布了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该地区部署了雷达和其他设备。 中国自去年与东盟会晤后,便同意就这一地区的行为守则进行谈判。 而巴拉克里西南警告说,这是一个复杂的谈判。 菲律宾每日问群者报,早间报道登载了中国在南沙群岛七个人工岛屿上激进完工的军事设施的特写镜头。 再看越南媒体《青年报》记者上月从海上近距离拍摄《我南海》是刮胶的图片,停泊在附近的军山湖号岛礁补给舰首次出镜。 最矮的第一层是小口径机关炮,中层是高屏两用炮,最高一层是火控装置,后面还有独立的雷达天线塔。 中国空军官方微博at空军发布今天7日发布消息,空军苏35战机近日飞赴南海参加联合战斗巡航任务,这是空军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的务实行动。 据悉,这是中国空军苏35战机首次公开亮相,苏35是多用途战斗机,具备制空作战和对地,海面目标精确打击能力,苏到35战机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有助于增强空军远程远海作战能力。 而此前6日,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针对美代理助理国务卿凯达诺5日程美军舰,将会继续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并将在即将举行的新加坡航空展上竭力推动东南亚国家购买美制武器的说法。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道,南海明明风平浪静,有人偏偏无风起浪,实际上,南沙岛礁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按照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自卫权和自保权,对南沙岛礁开展建设,是为了改善助手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主权,同时提升有关岛礁的民事功能和国际公益服务能力, 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至于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或者不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卫设施,这都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也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自卫权和自保权,每天与你不见不见。